血管是血液流动的管道,分为动脉、静脉和毛细血管三种。 动脉起自心脏,不断分支,口径渐渐变细,管壁渐渐变毛,最后分成大量的毛细血管,分布到全身各组织和细胞之章。 毛细血管再逐渐会合成静脉,最后返回心脏。 动脉和静脉是输送血液的管道,而毛细血管,则是血液与组织进行的物质交换的场所。 人骨共有206块,以其分布部为不同氛围躯干股、颅骨和四肢骨。 各股之间连接构成骨骼,如泼保护脑、胸祸保护心、肺等。 骨骼即跨过一个或多个关节,附着在两块或两块以上的骨面上。 在神经系统支配下,骨骼即收缩,切拉骨骼,产生各种运动。 骨的表层致密而坚硬,叫骨密质。 骨的内部成风窝撞,叫骨松质。 骨中的空腔叫部分加骨髓腔,中央充满骨髓。 胎儿和幼儿的骨髓都是红骨髓,为造血器官。 随着年龄增长,掌骨骨髓腔内的红骨髓,逐渐为脂肪组织代替,变成黄骨髓。 骨骼,成人的骨供有206块,骨与骨相互连接成为骨骼,对人体体支柱,运动和保护作用。 206块骨中,骨骨23块,曲杠骨51块,四肢骨,不规则骨,和含体骨5种。 人体消化系统,由消化道和消化线两大部分组成。 人体消化道,包括口腔、面、食管、胃、肖肠,包括十二指肠、空肠、回肠、和大肠,包括芒肠、蓝尾、结肠、脂肠。 在链床上,常把消化道分为上消化道,十二指肠以上的消化道,横下消化道,十二指肠以下的消化道。 消化线包括口腔线、肝、鱼线,以及消化管壁上的许多小线体,其主要功能是分泌消化液。 人体在整个生命活动中,必须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,作为生命活动能量的来源,满足人体发育、生长、生殖、组织修补等一系列新陈代谢活动的需要。 人体消化系统各器官协调合作,把从外界摄取的食物进行物理性、化学性的消化,吸收其营养物质,并将食物残渣排出体外,它是保证人体新陈代谢正常进行的一个重量系统。 男性内生殖器,包括钢丸、腹膏、输筋管、射筋管、筋盲线、浅略线等。 男生殖器有阴晶和阴芒。 女性内生殖器,包括卵巢、输筋管、子宫和阴道。 男生殖器有阴腹、阴地、大阴唇、除女膜和前庭大线等。 生殖系统的功能是产生生殖细胞、白质性个体、分泌性激素和维持负性征。 生殖系统有男性和女性两类。 男生殖器所在部位,又分为内生殖器和外生殖器两部分。 神经系统包括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两部分。 中枢神经包括脑和脊髓,分别位于颅腔和椎管内。 周围神经广发分布于全身,包括脑神经、脊神经和植物神经三部分。 人体内最高级、最重要、功能最复杂的一个系统,是人体的调节装置。 神经系统能感受体内、体外的各种刺激。 调节全身各器官的功能活动,是器官、系统之间的活动互相配合而形成统一的中体, 并将外界环境不断地保持平衡。 神经把称为神经冲动的信息传导到肌肉。 例如,在劳动中,呼吸加强,血液循环加速,使肌肉获得充分的养和营养物质。 这些功能活动,就是在神经系统的调节下完成的。 呼吸系统由呼吸道和肺组成,前者传送气体,后者进行气体交换。 呼吸道包括鼻、咽、头、气管和直气管以上的部分,成为上呼吸道。 气管部分为下呼吸道。 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中,不断地消耗氧和二氧化态。 呼吸系统的功能,就是不断地从外界吸入氧,并将体内氧化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态排出体外,以保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进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!